非洲全称阿非利加州,位于东半球西部,欧洲以南,亚洲之西,东临印度洋,西临大西洋,纵跨市到南北,面积大约为3020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占全球总陆地面积的20%,4%是世界第二大洲,同时也是人口第二大洲约12亿。 有统计数据表明,在全球范围内,最落后的国家总共有44个,光是在非洲的国家就有33个,不言而喻,这里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了,实际上非洲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这里的矿产和稀有战略,矿产种类和数量都很多,占了将近世界总类别的三分之一。 非洲的土地资源也十分丰富,土地松软又肥沃,十分适合种植农作物,有许多大量的耕地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如果适当开发合理,将会给非洲人带来很大的收益。 但如今现在的非洲落后又贫穷似乎和古埃及文明时期无法相提并论了,饥饿、贫穷、疾病似乎成为非洲的代名词了,肯定有很多人质疑非洲土地这么肥沃,为什么还会如此贫穷? 其实非洲贫穷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归根结底还是懒惰,面对工作,非洲人从不愿意进行脑力劳动,不愿意进行复杂的思考,也从不加班,他们很满足现在的生活,吃了这顿不想下顿,很享受非洲的野生果实和打猎。 宁愿跑很远去取水,也不愿意自己打口水井。 中非友好历史悠久,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科技人员,包括农业生产、道路建设、石油加工,希望非洲能发展起来,非洲人民能摆脱贫困,非洲的孩子能不再忍受饥饿。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中国派人去非洲帮助他们,不仅要叫非洲人专业的种植技术,还需要付给他们工资,更夸张的是还需要包吃还有车接车送,很多非洲工人好施懒做,不思进取,不发工资,根本就见不到人。 其实非洲的贫穷也怨不得别人,说白了就是一个字懒,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非洲人到底有多懒,不发工资见不到人,对此你怎么看呢?